Auto4 奥风 WCA 2016 唯一指定电竞椅 八彩呼吸灯 四地扶手 内置蓝牙音箱 电竞选手爱用的电竞椅 极客 极致 极酷 西伯利亚专业电竞游戏耳机 带你来一场生灵奇境的战斗 至胜之道 掌指之间 狼派电竞装备 专业电竞品牌 iGUN 爱工 为WCA 2016 官方唯一指定显示器品牌 爱工 为荣耀而战 Dire Anywhere 为WCA 2016 官方唯一指定PC 专注于游戏领域高性能电脑及外设 扫码关注 Anywhere 官方微信 了解更多精彩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站在最好的赛场上 让更多人为你欢呼 这是全部吗 不 你还拥有无限的可能 好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 你现在收看的是WCA 2016 世界电子竞技大赛电竞高校争霸赛春季赛的比赛直播 我是杰说Pinky 我是杰说小燕 那么这一场的对决将是BS打URM 对吧 那也是两个队伍都比较有实力吧 实力不相上下 不相上下可以说是 那也是应该会打出非常精彩的萤幕 感觉优点 而且是我们现在的四强循环赛的最后一场 对 四强循环赛最后一场 那这一场打完之后 基本上我们的积分就可以出来了 对于URM跟BS来说 都是非常关键的两局 对 是 谁胜了的话 谁就会打这个冠军赛 对 冠军赛 因为他们现在的分好像是平的 都是三分 对 如果说是他们是一个1比1的话 那要是经过我们赛事组 然后再去讨论怎么一个 就是说还是加赛 还是按这个分数来决定 好的 让我们直接进入BP画面 是直接搬掉了瘦王 瘦王练金 末日赏金 可以 按照这样的话我也会BP了 我也学会了 是吗 其实像BP的话前面两手其实是不用考虑太久的 对 就是直接什么末日 什么瘦王练金赏金 赏金的话还是要办掉 那放出来比如说卡尔该抢抢了 对吧 反倒是今天的话好像没有见到神域者 昨天的话还是见到了神域者的操刀 卡尔烂 直接是首抢了呀 卡尔其实今天的出场率还是比较低的 对 被扳掉了 应该说上过一场 可能只上过一场 在今天的循环赛当中 觉得的话BS他们的这个三后卫 可能就是打得稍稍还是有些问题的 就每次感觉他们在上一场的发挥中间感觉 凶 打得比较凶 打得凶是凶 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于很容易也被击杀 就是双人剑吧 你打得凶固然别人稍微一针对你的话 你也会就是直接死掉的 对 然后这边是直接点 这边是自己是明知JJK是自己的一个队长 给自己选了一个土猫 也可以看到土猫也是都是他在操刀的 对 感觉用的还是挺鲜熟的 就是一T3一T2经常 还是卡尔吧 这英雄不管怎么说还是挺强的 那确实 那应该是这一首可以考虑 就是点一首龙旗啊 可以抢中国 抢完中国 其实中国英雄无非就是那三个英雄 就是通过女王卡尔 以及包括帕克好像这两支战队都不太喜欢吧 不太喜欢 对 你要说强势的也就是几个 选完之后下游就可以办了 就中路的就是龙旗跟卡尔吗 对 我觉得小鹿其实还可以 但是根据战队来说可能他们都不太喜欢 对 小鹿的话这个英雄强确实强 他和兽王是一个定位吧可以说是 在向上包括鸭人就是走野区发育都会比较快的 拿出一个小狗也是他们队伍比较上场的吧 对 小狗的话这名英雄的话其实挺无脑的吧算是 就是说作为一个大哥的话 他不太需要什么操作 爆发也更高 肉也算是肉 打完一套戏呢我就往后撤一撤 不过还是比较期待于看到帕克这个英雄 因为帕克的话是一位就是操刀者的话必须要回修操作 操作一定要好 然后才能会打出一些精彩的画面 就比如说什么四五个人过来抓你 然后极限逃生的那种 尤其是出道风胀之后根本不知道怎么死 风胀下来一戒F什么 不过他那个风胀下来 这个风胀下来戒F是瞬间的 但是F接风胀好像不是瞬间的 需要一个零点几秒的一个延迟 就很有可能就比如说像雷亚这样的英雄可以扬到你 就选了一个蝙蝠 蝙蝠骑士的话还是挺克小狗的我感觉 这个英雄只要拉到你 你小狗拿了他一点折秒 在蝙蝠出到那个推推之后 就拉完你之后就把你先给脱离战场 就不让你打输出 而其实他们EOM这边的carry 其实也可以选一个剑胜吧 剑胜也是比较好打小狗的 确实 可以看看他们第三手选择 选择的话其实 搬掉了卡尔 自己不用卡尔是搬掉了卡尔 也不打算让对方用 感觉这两只战队非常相像 从那个图标上 战标上来看的话 还是非常相像 对 我其实比较小说这一把 无论是哪边拿神域都可以 然后就搬掉了 神域的话 感觉他们并不是太喜欢 有这种感觉 包括BS 因为上一场的话有好几次 就是说神域者出场会效果非常好一些 但是他们都没有选择 可能是没有考虑到 更或者是神域者的话 就不在他们考虑的范畴之内 这也是第四手 第四手的话 搬掉了隆起 搬了两个中单 他自己本身就没有选中单 然后还搬了两个中单 但心里应该是有一个底了 抢女王嘛 女王加小狗还可以的 就是说两个大哥一个远程 女王帕克都可以 BS这边 对 用小狗打输出 然后女王去骚扰之类的 都可以 就在一场团战当中 搬掉了帕克 还怕也是帕克跟小狗打一个组合 飞狗吗 对飞狗 但是BS战队就是按照目前 前两场的一个操作 包括选人情况 这小狗有点单击的 对 然后就完全和队伍可以说是脱节 你就是选了帕克 我感觉 他们选帕克的应该说几率非常小 就好像不太喜欢这个英雄 就是说上一场本身也有个小狗 我印象当中 是吧 应该说是帕克是他们就是不二人选 在山上一场 结果是人家没有选 而选择了一颗 就感觉他们在自己打自己的 特别是小狗 出个点击手 然后各种去打钱 选了一首VS也是针对蝙蝠这一点 蝙蝠对 你只要拉我就换 那这样的话双方都是差中 都是挺不着急的拿的 中的话像女王 其实女王现在是比较好的一点 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 你要说选一些宙斯 包括 太容易死了 对包括Lina 我感觉都是不太适合于现在这个版本 对爆发是够的 但是太容易死了 Lina这名英雄的话 比较依赖于队友吧 就是说队友去控住之后 我去接一个反手 对反而是现在Lina这个位置 已经不是很适合中单了 适合打一个四号位这样的东西 对是 就是说帮大哥 然后混舒服之后 自己又把拉拉野发育起来之后 而且中期之后 他就算秒了人死了 只要把技能伤害丢出去就可以了 确实如此 剑胜吧 其实 UIM这边剑胜还可以 就他们本身就是要先秒一个嘛 而且剑胜是比较好打小狗的 对为什么没见过这个小鱼人呢 小鱼人其实有点 不是很适合现在的节奏 因为小鱼人他是没有 就人家推起来 他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他前期需要刷 而且他本身的切入就是 需要就是第二次切入的 推进的时候 是不给你讲这些道理的 其实 对推进的时候 基本上他们如果站位 没什么失误的话 就不会给你第二次切入的 要不一次性打死 然后要不就是不理你 对 那这边的话 URM的话是选择了痛苦女王 痛苦女王的话 这个英雄 感觉是被逼无奈的时候 才会考虑拿这个女王吧 但是现在中路已经没有什么 比较好的英雄 对你把卡尔搬掉 把龙奇搬掉 以及帕克也搬掉 对 反正你不选我也就不选 你难受我也难受一些 无所谓了 其实VS的话也可以下一手再拿 自己抢一个痛苦女王 稍微会好一些 嗯 对可以的 因为那个URM铁定不会选这个VS了 嗯 因为有一个雷样了 是 四叶刺客 就 其实 我一直挺看好四叶刺客这个英雄的 因为现在的法盒特别多 就中路 都是卡尔QOP 帕克这种 到了后期他一口法力燃烧的话特别疼 但是问题就出在于 就是说这个小强在线上非常难混啊 然后他的这个定位也非常难定位 你要说打四号位的一个小强的话会非常难混 对 你要说打三号位的话还可以吧 就是打一些不是很强的大哥跟酱油的话他还是能混 因为他的回复能力是很强的 嗯 确实 看一下第四首人选 第四首人选的话 那这样的话就是基本上已经敲定自己的一个阵容了 有女王然后脸部骑士 啊 狼人 其实这首狼人选的挺灵性的 嗯 嗯 小狗和狼人也是一队冤家吧算是 嗯 在很早很早以前好像 后期都是靠这个小狗和狼人的 他们也是经常对阵吧算是 我现在是看到狼人这个英雄我能想起的一个选手就是赛拉 哦 赛拉的狼人跟我们留下的这个印象很深刻吧 赛拉的狼人跟水人 嗯 对水人的话 应该说赛拉操作的还算是 Carrie这些东西他是玩这些玩的比较多的 是的 嗯 你说那个时候应该是优鬼大战水人那时候 嗯 是那个时候是吧 对 很早一些 嗯 对 还剩五秒 半掉了 啊 木 这是一点机会都不给留啊 就是说 我把降游全半了 你也没想完 然后 中路的Lina半掉 那行 那你那你半我降游 那我就把你把你的中路给绊了 是吧 嗯 你也不会太舒服了的 但是需要选一手 酱油 还是有十秒 我觉得 酱油的话 也可以考虑选一手像打架比较凶的 嗯 像类似于白牛这些 对 白牛牛头都可以 利王 这个 这个 很少见 很少见 但其实这个英雄其实还挺厉害的 他是带节奏的英雄 没错 但是他打架的能力 就是说在团战的一个作用 其实并不是说很理想 对 他是非常吃装备的一名英雄 很吃装备 本身也很弱 对 然后还是比较脆皮 就是说特别害怕高爆发那种 害怕AOE可以说是 就是我不针对你 我针对你大哥 莫名其妙你就躺墙 然后就是各种AOE 你自己就死掉了 对 而且他的 讲道理有个隐身 还有个大招 他现在大招是会进化上 他的粉的那个效果 逃生能力也会更强 是的 装备出来之后 也是有一个爆发式中路的一个 风行者 风行者 也是好久不见的英雄了 可以说是 那这两只阵容 你会比较看好哪一方呢 UMR吧 URM URM 对 URM 因为他这里是有爆发 然后的话 也有推进 反倒是 BS这边比较被动 对 有些防守 偏防守一些吧 可能说是 因为风行者的话 也是比较吃装备的一个英雄 其实我不太看好 就是去 因为别人选了一个什么英雄 然后你的BP变得被动 是为了别人针对而 针对别人而选 对我感觉还是拿到一方 自己比较合适的 对自己比较舒服的那种 感觉还是能打出很好的效果 就有一种感觉你处处针对人家 没有拿到你自己很合适的就输了 是的 心理上已经输了吗 因为你害怕 那可能就是这样 这就和那个 平时的经济是一样的 只要我不怕 你始终相信 就比如说 雷昂刚放过打你 然后雷昂顶着你打 你始终就有一种错觉 雷昂还有一手打 就会 就是 心理上面你害怕这个英雄 所以你处处去针对他 是的 因为风行的话 这个英雄打到后期 其实是特别惧怕像雷昂这样的一个英雄的 直接上去就给你一个答案 你本身就很脆 嗯 然后你是打输出还是不打输出 这就是个问号了 因为风行者他不可能有更多的就是格子 让你去更新一个肉装备 而是你只能选择一些输出装 对 就是说打到后期的 打到后期的一个风行者 血量甚至就是1500左右吧 就不超过1500 所以说就是打到后面 感觉小狗很容易也被溜吧 没有很 就BS这边没有很大的输出空间 嗯 打得比较被动 是救人 反而是UIM这边进攻特别强 出门装 出门装的话 这里是一人带了个真眼 风行者也是带了个真眼 就是中路防的一个影刺 对影刺的话 本身自身都带了一组真夹眼 哎 比较惊讶的是小强是直接出了一个穷鬼盾 并没有带芒果 嗯 我们印象当中的话 这个小强出门都是什么刷芒果啊 什么乱七八糟 对我 我如果是个烈士路的话 带一个圆盾 然后带两个芒果 对 因为他本身回复13点 那就5点等于身上带了个回五 对 这个是比较 嗯 出装 可能说是 基本上都是这样出的 就是一个圆盾 两个芒果 他可能想的是烂跟狼人的小狼 可能会消耗他 嗯 圆盾的 就是穷鬼盾的效率可能更高一些吧 好 这应该是要抢服了 有隐身单位就是不缺抢服吧 总要试一试 但是站在那个服点上 其实他很难点到的 嗯 点自己人吧 基本上的话抢服 像隐身单位都要点自己人 或者是点对方人 然后不停的S 这个没什么太大想法 他带的是补刀服啊 对啊 补刀服 我比较喜欢带毒球 嗯 蝙蝠这边是在拉线 嗯 极致的那个小狗生了一GW 烧一烧眼 VS靠过来 VS没鞋子 跟不上 想杀太难了 除非是这个土毛赶过来 开始各种繁衍了 又插上了 又插上了 待会再过来吃 一样的效果 中路拼一波 风行者的话一级是升的风步 打的双方 哎呦这中路打得很凶啊 嗯 不过还好的是补给品还是比较多的 上路上路的话好像 要动手的味道 蝙蝠是应该是被追杀送肉身了 嗯 是的 呃 蝙蝠的话有戳可以考虑动一波手 这个立完的话一直卡位 消耗一波 打 打是肯定打不死的吧感觉 开始来了 嗯 卡位还没卡住了 戳起来 这边的话 小强一级升的地 瞬间就没余翁了 本身只是一波消耗 并不是说想打死你的 我觉得立完在上路 嗯 没事的话 可以考虑去拉几波野方蝙蝠囤一囤 对 而且可以找立完开悟吧 这边是插针眼了 看到了 吃掉 立完等级低啊 如果等级高的话 撒一波雾还是有机会的 上路 比如下路蝙蝠也是 惊艳混得很开心 是的 看一下中路 好凶 非常凶啊 二级的毒标 嗯 这里的话 QP是有 有仙草的 是控两分钟的服 哎呦 这个封印者 状态已经是被打没了 身上的钱也不足以卖一个瓶子 而且他是学了两级的封部 是的 那这个时候他的爆发其实也打不出太多的 嗯 控制爆发都没有 那这样的话给个毒标A两下 这个封印者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死 不是说没有可能 因为他没拉呢 但是线还是比较安全的 别像自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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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自己拉野 自己拉自己烧 那在烈尸路混不了 我就去走野 瓶子到手 上上的话小强感觉混的是非常舒服啊 很开心 拿他没办法的样子 这边围过来 没什么机会 其实针眼也没了 只能是打一波消耗 说起来 给两下 开个第一点折名 要不就逼过去再给一下 只能把他打出经验区嘛 嗯 想杀他很难的 是的 中路这边游了过来 哦 又放弃了 大地之灵跟 VS 这边是有一眼看到他们过来的 所以说蝙蝠不会吃这个亏的 其实这个眼睛插得挺好的 两个酱油的来去都掌握在视野里 只是这个小强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 没事还敢混等级 三个人难道压不出去你吗 那你再拉野 四分钟的福 分一着吃到赏金 然后下落是一个奥数符 但是有眼看到你啊 一直想杀这个蝙蝠 不可能啊 反而是蝙蝠混得好好开心啊 是啊 我现烧完之后我就去拉野 拉完野没准就 对啊 然后再烧一波 是的 拼一波 哇好凶 你看QOP身上是带了一个 那个叫什么之类 哎 这里是出现了医学 是上路 上路是 土猫过来啊 土猫赶过来 然后是 就一波小强啊 结果自己死 刚才你也收到这个 这是一个新道具啊 对 母魂之类 这样的话自己可以 很关键的 其实前期特别关键 是的 哦 这边瓶子 双方的瓶子都是 哦 封心者没运瓶子 反倒是女王运了瓶子 中路灌瓶子 不能运瓶子 我就灌瓶子了 好像对女王运的想法 直接拖 拖起来 呃 伤害不够 封心 尽一脚 也是灌瓶子 你会灌我也会灌好吧 还给个大药膏 这对于中路的一个照顾 还确实挺足的 特别到位 特别到位 这个力丸装备是不是有些 太合逃了一下 消耗一下 根本就没有机会啊 是啊 你起码有一双鞋子 你再过来动一动吧 他是补了个毒球 我是觉得补刀斧没有必要 嗯 补刀斧 前期是有吃树的嘛 你如果要排演的话 你可以靠吃树吃 这里是遭遇了 一脚踢踢中之后 撒把瓦 这个瓦 平衡能抢到 女王直接火大 这撒一把粉 没有意义啊 因为没有机会去杀人家 但是女王的座位 就有一些不太小心了 一个一架 死不掉 风行的强力击 等级没升起来 三级 三级满级啊 他是没升捆啊 没有升捆 下路 如果他是这样靠队友的话 其实捆的话 学高一点会比较好 风步没有必要学二级其实 对 一级跟二级其实区别性不大 满级和那个 那个就不一样了 那个应该是 一三对点 那种是大哥 大哥型的风行 想对 小强动动手 直接刺住 开个雾 那小强死了 这应该是机会 抽起来 刺到两个 等一下还是死了 等一下直接死了 女王在中路混的是非常舒服啊 又受人头又是 对本身就是在线上就压制了风行者的 然后是没有大招 而且是七分钟 空不到服 直接回去补吧 怎么感觉这个小强 和这个立丸差不多啊 两个人啊 一个三后位的小强和立丸 感觉经济差不了太多了 他基本是补不到刀小强 是的 要随时要只能蹭一点经验 而且随时要怕自己死 狼人的话也是到六级了 到六级的话 感觉只要亮过来的话 这个小强又再次死一次 而且可以杀了他推塔 小强的话加点也是比较激进啊 他是没有生那个法力燃烧的 他是一三对点的 其实法力燃烧对于他前期来说太后来了 打错的伤害也不高 唯一打的就是一个女王和亮吧 选择性也比较少 小狗的话发育还是比较不错的 他和狼人基本上发育是都属于 蛮补的一个状态 丽王也是趁此机会混下经验 嗯 中路 两人开悟 想对女王动手 但是这个绕的方向好像是不是有些不太对啊 主要还是线好好过了 是的 你要是说杀的话得再往前走一些 感觉这样的话 那BS这两个正游打的有些稍微有些迷啊 就说你前期游走没游走到人 嗯 哎 女王 没准是 想 不会往那边走吧 不会吧 又不是浮点 是的 不是到那个整点的时候 空腹时间 而且蝙蝠现在是在努力打跳刀 如果他打出跳刀来说又是一波节奏 已经两千块了 嗯 线上也是空下来给辣人混等级 雷王等级还是挺关键的 什么时候到6就是什么时候有一手爆发 对 鞭子身上是没粉的 看一下土毛身上也没粉了 那你就是来下路 针对一下雷王也不行啊 哎 雷王会不会出来 没有 他就是再出来好像也杀不掉啊 需要土毛过来 他的你看 他把这个隐身升得非常高啊 4秒钟就可以进入隐身 我觉得这种有种 雷王会不会把物学高一点会比较好 对 撒的面积稍微大一点 对 而且是隐身 有粉的话 你隐身那个再高也是一样 而且他是增加了一个被刺的伤害 对 是 他应该说是生这个三技能 只是为了线上能够混一混钱 打完之后立刻进入隐身 他真也是想看一看 蝙蝠也是跳刀了 已经跳刀的前了 女王低过来的 有点凶啊 上路好像是要动手 好 正面一个沉默给上 狼人踢下来 嗯 这两个人是杀不了那样的 我感觉 输出不够 最主要是在 如果不是在塔下的话 还是能杀的 嗯 嗯 女王 球皮又是过去 直接被打 跳过去一个消耗 女王可以高地坡回身吼大 然后加F 对 然后一个吼 但是小强过来一个直接普攻带 而不是 大招带走了 嗯 是的 蝙蝠过来拉掉是跳刀啊 拉掉一个冲刺 那这样的话其实 双方的话都没有说是哪个赚哪个亏的 但是 死掉了一个 哇 好奢侈啊 也是可以的 他不给打了他也反正也死 因为土毛被拦了 走是肯定走不掉的 节省时间嘛 狼人的话顺势把这个一塔给拔掉 狼人退打速度还是挺快的 这是要做死灵术的狼人 这QOP打得特别的凶 你可以看他每次都是 背上去标 对 他就算了你风行杀不死我 嗯 然后发现风行的这个强力机 从来都不打最高的伤害 他都是一下就直接放掉了 对 也是害怕打不上人吧 狼人 狼人顺便把你的野蟹给清一清 哦 这个狼人是真的好肥啊 六千多的经济狼 收野 收野收线 然后还拿塔 小翔隐身 然后是TP到下落 准备想对立丸动手吗 你把粉丝撒到了 这没错的 看到了 哎 哎 这个刺 出现了问题 开大招 这个大招的话 没开出来 抬手动作是慢的 看一下中落 中落的话也是好像 要动手的意思 狼人已经是绕过了 蝙蝠直接拉过来 不用狼人 可以推塔 顺势推塔了 这个小狼得注意操作一下 这小狼的输出是挺高的 对 但是太脆了 好 双方都在互拆了 现在是 下面的话狼人马上 快做出这个水一锅 继品死人猪 我感觉的话 立丸这个抬手动作 是不是有些慢了 就是开大招 对 开大招 他抬手动作 感觉有一点多秒 那倒没好 就反正我感觉挺慢的 因为他还要点一下 抬出来之后 好 这里是看到人了 狼人在旁边 狼人的话是有大招的 看一下这一波怎么说 QP有大 小强的话 开大找位置 然后狼人 正面的话女王是直接吼 还有这个 小狗也要被 你当着狼人的面 TP是不是有些不太科学 奉行者赶来 还不走吗奉行者 好危险 小强做一个大 直接带走 小强不该出来 他们真的就有一个一个送的 这种感觉了 对 有点葫芦娃 救爷爷了 QP打深一点 可以B上去直接独标 对啊 这完全可以的 因为你对方的人全死了 标过去 你拦都拦不住了 这还有人去皮 没必要 再下来之后还真不一定打得过 直接TP走 换一下 你这换可能自己要死 可能是他故意的 可能是狼人可行故意的 梅兰了 A巴掌 还是死 A死之后 不过立完可能要死 这是要招待的 这是要招待的 我的天 好凶啊 女王真的是 每次都是 就是他的blink都已经随便用了 一点都不害怕 这种女王特别适合出刃甲 是吧 跳上去就是 脾气不太好 对脾气不太好的 脾气不太好的 像女王这类的英雄 完全刃甲都非常适合她 看下15分钟的一个经济情况 15分钟都拉开了快7000的一个经济了 今天的话领先了7500 狼人的话是做出了死灵书 2G死灵书 有钱啊可以说是 对 有一种要一直滚下去了 肥的 肥的也只有一个小狗 小狗肥没用啊 你在狼人面前不够看啊 我感觉小狗打狼人是打不过狼人的 除非是 他追不上狼人 但是狼人能够追得上他 对 有个极限的速度吗 这是小强加狗 好像并没什么用啊 小强又偷了 有睁眼的 还好没有往那边走 看一下这波怎么说 他并不知道里面有小狗 如果打起来的话 抓出一个小狗 还真别说能有意外的收获 蝙蝠想拉人 看一下往哪儿跳 他是推过来发现 看不到人了 嗯 那顺势是打入山吧 死灵书一开打入山 应该是瞬间就倒地了吧 开死灵书打 吼一下 那这个肉杉是要迅速打掉了 诶 这个小狼 这个细节是吧 反正我还可以马上招两只 但是打的稍微速度慢了一些 队伍过来帮忙打一下 刚才女王都是闭上去 闭上去就等过来 等过来拿肉杉 或者就是等对面过来打一步 这个肉杉队应该是要交给女王的吧 给女王是最好的 狼人拿其实用力不太大 没人要A掉吧 还是狼人自己拿盾 狼人其实拿盾真的是用处过 没有QOP拿盾强吗 对 QOP的话是做了一个纷争面纱 他是把自己打成一个比较飘逸的 一个法师兵吧算是 爆发特别高 爆发是特别高 但是问题就出现了 就是说你这个装备就不是一个核心该出的装备 就可能是 除非是像宙斯类似于宙斯这种英雄 但也比较少见 想法比较多 其实 很多之间选手 想法比较多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这边过来是真眼看到的 溜完能不能开出大招 好像能开出来 哎呦 有没有队友救 放弃 放弃了放弃了 主要是队友还是靠的比较远吧 是 压根就没想着救 蝙蝠想拉人 嗯 但是有眼看到了他的 这个是看到他过来的 很危险 我只能说跳过去之后有VS在很危险的 直接拆他是正确的 狼人拿盾可能是想着让狼人上去摸塔吧 第一个如果他们把盾打掉了可以开大直接干了 也可以这样吧 小翔走上去想给技能 但是不要太凶 哎这边的话直接滚过去 小狗 小狗还不出来 走在等什么 想去 他小狗应该是想去切后排 结果好像并没什么用啊 这边的话统抱这些的秒掉 然后拉住了 这是一个风行者 风行者的血量不太高啊 开启风步 也得死 死完之后这边有个盾 然后再出生 我怎么觉得VS好像要换错人了 是换错人了 他换的是兵 女王避过去 收掉一个人头 上高地 这波上高地 感觉打塔会非常快的 是狼人在打打 对狼人 还有两个鼠名书 狼人也是顿复活满状态 是的 这个塔瞬间被剪掉 感觉可以破一路 已经可以破一路了 风行者不活的 还有二十几秒 嗯 也是买不活的 这样的话在18分钟 直接破掉一个 对 URM就已经是破掉对方一路 一脚踢好像并没什么用啊 刚才的话土毛连大招都没开出来 就直接被秒了 能不能留住一个 留住狼人 还是不错的 PS过来一锤 这边要救大哥 一波回来打 然后做 好困难 真的是输出有些不够的样子 土毛 能不能捆 捆住QP 但是没捆住啊 沉默住 这个沉默还是可以的 QP死亡 然后亮也该走远了吧 羊渡 有捆吗 捆差一点 差一点点 推击马好 那还好 女王死到无所谓 只要不死狼人 狼人是太肥了 在等小狗切臂章 不是说没机会 有机会 有机会 正有机会 一个不注意 但是小狗肯定是 这个血量就不会来回切了吧 还在切 很自信嘛 一会玩着玩着自己没血量 发现旁边一般上被拍死了 想不到的 猜想不到的 嗯 他除非现在是跑去打一个原故也 人有避障 可以来回切 不要想太别 强行陪着小狗玩了一会 狼人狼人的话 直接做BKB 稳一些球稳的话直接BKB了 你猜他会不会做暗面 嗯 有 也有可能 就是说打顺呢 你就是 有些选手就是会想着啊 我浪起来吧 就是做一些输出装什么的 但是球稳的话就一个BKB 直接拿下高地了 女王身上存了3000块钱 这个QOP的风格是特别独特 嗯 我真的就是没有见过出纷针的QOP 嗯我也没见过 痛苦女王 我也很少见 这种的话压根就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核心在打 嗯 嗯就是 出这个纷针面杀唯一能出的好像也就是宙斯了 宙斯其实凤凰也可以出 你要说作为一个大哥的话 还是考虑的就是出BKB啊 紫月啊 林肯啊 或者A账啊之类的 这里的话 土毛是被抓到 王应该是直接被秒掉了 我的天 烂就该玩的这么果断 烂红女就怎么 买活打 买活 一个物 一个捆是捆的不错 捆住了立完 先秒立完 立完秒掉 但是狼人速速炸了 一个大招 QP是一个大招把自己打残啊 嗯 别走赶紧别走 趁现在 但是有死灵叔啊 这个小强始终不出来啊 太执着了 太执着了 是啊 狼人现在是直接追 小强刚才是有戳的 他没戳 他是打算A那一巴掌 明知道有死灵叔在跟着你 已经是杀红眼了 杀红眼了嘛 杀的不理智了 已经不知道自己 已经不理智了 已经不知道死灵叔会繁衍了 这一路也差不多了 嗯 这一路的话 没法手就一个小狗 看一下买活就知道了 买活对吧 都不能买活 没有人 嗯 那这样的话就是 开两路 机会基本上没有 基本上机会来说的话 小了很多 想翻的话太难了 现在一个局势 可以说是一九开 甚至可以说是 完全没机会的 可以看狼人的经济啊 22分钟一万四 这个狼人实在太肥了 比克币的老人 拿到比克币这怎么玩 他还特别稳出了BKB 是 那这种选手就值得那个什么表扬 就是说 在顺风局我不浪 我还是正常出装 为了整个团队 作为一个大哥 我肯定要 就是说为团队整整体的着想 就不能因为我个人的失误 万一翻盘什么的就是我来背锅了 现在他们还可以等个盾吧 其实等不等也无关紧要吧 狼人BKB冲起来谁能挡得住狼人 对但是盾也快刷了 盾是快刷看一下时间 这里应该还有一分多钟 一分多钟是进回击时间 对 把外塔先推掉 外塔应该是不打算守了吧 感觉BS战队也是非常迟着 其实打到这种情况的话 我倒是建议就是说BS 可能先放弃这场比赛 因为翻盘的几率几乎等于为零吧算是 然后你放完 很小 只要心态不打杀 两路被破了 而且对面是有狼人的 就分分钟就把你这一路带掉了 对 只要是你这局 只要心态不打杀就行 等待下一局 因为你们的分数本身就是相同的 如果你要是再咬下一分的话 那很有可能就是胜负关系 就要加赛啊 更或者是那个小分算 这个要看这个赛事组决定是吧 这里还是有浮纹的 还是能扛一扛的 腿起来好快 是啊 浮纹开了就退一下 谁开BKB了 谁把BKB开了 看一下 应该是这边 有蝙蝠 蝙蝠是拉到了土毛 又是土毛 土毛的话 先死了之后少了很多控制 狼人还在切弱 小狗在被溜啊 看能不能抓死 还好是把蝙蝠给换了 但是并没什么作用 一换死了 这一路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因为封印者的装备实在太差了 波形也是被狼人限制了 虽然说它是强力机订到的两个人 对 那这样的话 打出机器 打出了机器 那也是恭喜一下UIM获得了第一局的胜利 对 那也是希望下一把的话 BS这边能调整一下状态能追回一分吧 对 阵容上其实差距不太大 好像还是一些小小的摩擦 导致于整体的一个方向走势吧 因为狼人实在太肥了 这个狼人的话 没有人去克制他 就是狼人冲起来之后 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打了 就是风行因为没装备 小强这个点太牵强了 你要说风行有装备的话 有个A杖什么的 能克制一下就是这个狼人也可以 但是狼人也不给你这么的机会 你可以看到 最后一波的时候 风行是很想输出的 但是狼人一直在追他 他只能开着风步跑 对 所以说这个事情就非常尴尬 所以那只能说是下一场 让BS多想一想 就是说怎么一个打法 其实这种上我感觉都还可以 可能说是BS稍微差一些 因为他们缺一手爆发 土猫在这一场好像没有打出太亮眼的一个表现 而且有点BS这边有点不够理智 对 一个一个过去送 他们游走 其实前期的游走比较失败吧 就跟之前他们跟FTD打的时候 游走也挺那个的 对挺相像的 前期的游走不太好 既然节奏不好 我就老老实实去打拳 去蹲打合这就好了 结果是强行去跟别人的节奏去走 就是说进入别人的圈套里了 可以说是 别人就渴望跟你去打这波团 然后你反而去接了 然后一二再再再二三的就是说团战中 就是死亡之后 就可能说是翻盘的希望就很小了 因为狼人和这个小狗本身就是说 谁的装备有优势 谁就能打谁 但是这个狼人的装备起的实在太快了 因为他们裂势录是一个小强毫无压力 而且小强还死了几次 不过小狗的话也是一个无压力发育 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于那两波团战 就说狼人冲起来没人管没人问 其实狼人始终在收割 小狗一直在死 其实狼人的切入时机也是特别的好 对狼人的切入时机还是非常有讲究的 因为他的变身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是吗 趴下的时候需要很长的时间 那这样的话也是我们这是循环赛的最后一场 最后一场的话也是说一下分数的一个情况 分数的情况的话最高排名呢是TS战队 也就是鲨鱼战队Shark 已经是进入决赛的 对已经是进入决赛9分 那么也就是说目前分数比较低的是FTD FTD的话是一个0分 0分的话是争夺季军赛 然后现在就是说这两支现打的队伍 就是BS和我们现在打的URM的话是 谁的胜负关系厉害一些 就是谁的分数高一些的话 就能进入一个冠军赛 争夺冠亚军 所以对于双方来说这一局都特别特别关键 对如果说是比如说URM赢了的话就是6分 6分就直接是决赛 如果是输了的话就是两个人是平分 对评分的话要进行赛事组的研究就是说是按这个分数出现 就是先后一个顺序更或者是再加赛都可以的 因为现在的话我感觉BS是肯定不希望丢到这一分的 也是希望能够给自己人机会嘛 对是进入一个决赛嘛 因为对于年轻型的选手来说的话 每一场比赛都是一个磨练 对 特别是走在就是像高校的一个金字塔面前就是关亚军队的时候 其实对于他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心态可以说是更加的去牢固吧 就是说你参加过类似于这种小的就是说高校赛什么的 然后你才能在大赛当中展现自己的十一把算是 就是说你现在稳了才行 也是一切也就都刚开始嘛 对我是见过就是线下那群选手就是年轻的选手 在线下的时候打比赛手都在抖 一直在出汗手都在抖 就感觉人山人海的只要一呐喊就感觉自己就蒙了 不知道自己在玩什么了 我我我好像是不会有这种情况我是那种一到线下 反而是精神比较集中 对有那些就是选手就是心就是那可能是心态好一点 心态好是好但是他的心就是心智不太稳 就是说别人一喊什么然后就紧张了嘛 然后紧张可能就是发挥不太好 其实你说职业选手他们的差距就在哪 就应该是第一个是跟自己的参赛有很大一定关系 就是参赛各种大赛 然后心心态比较稳了比较平衡了 就是说我想打什么样的一个局势什么样 他自己都已经知道了 反倒是就是那些信任什么他就是可能就是年轻 年轻然后就是心态不太稳吧 那这样的也是稍等一下选手的话 也是陆续再进入一个房间 土猫的话其实BS这边最主要还是游走 前期的一个游走啊就每次都是人都已经过去了 但是把握不住机会 我觉得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二塔的时候 然后BS想守土猫带着这个小狗 小狗是没出来 然后土猫的位置也非常尴尬 连自己的大招都没开出来 然后那一波团战还是挺致命的 就是说导致于在另外一侧 就是说在中路上面那个小 不是在那个高地坡的时候 土猫被抓掉土猫买活送了 对还是有这一波的 就是说就是中路退二塔的一波 已经破掉一路了 是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没太大必要 土猫独调CD还是挺快的 感觉的话就忍一忍 忍一忍那一波先不打先不接 等这个土猫活了之后再打高地 因为当时我们看了是有符文的 所以说不用太着急的 也可以退回高地嘛 等土猫活了之后再说嘛 对在外面打肯定是打不过的 只能是在那个高地上打 高地上还能稍微占一些优势 那就是说这又说明一个年轻的 这个战队的一个突出的一个短板 就是太过于急了 就是别人打我就应战 就感觉也是年轻好胜嘛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 BS这边的小狗没有输出的 就是切入的环境 他没有空间 对切入不了 你看他有一次就是 你不是说他滚进去一直不出来吗 他其实是在等待土猫走过去之后 他去切那个line 对他不是不出来 他是想切后排 对他不是不出来 他是但对我很尴尬走不过去 直接被秒了 出来自己还死了 是啊他刚好是在狼人的面前 一出来之后发现 那个什么土猫一死 狼人惊奇的发现 旁边居然还有一个人 对一下就把他A死了 对因为狼人吼叫之后 狼人的灵活性比他强很多吗 对因为他是一个满移动速度 就是说可以自由穿梭在这个战场上 基本上没有人去限制他去 就如果说是能限制他的只有风行 捆住了之后有装备的情况下 尽可能的就是把他打残 对 更或者是秒 秒而是不太现实 就是说把他打残 不让他参团了 他就没有什么能力去切入了 重要的是管不到这个狼人 确实 不讲道理的切入 对你这个狼人冲进来之后 VS你就是捶一下 然后捶两下 也只能是暂缓他的脚步 他毕竟是有吸血的 然后上去之后两口就吸回来了 然后甚至到后面就是说 两拨团上完之后他更新了BGB 那你这个就完全没法打了 BGB冲上来就完全不讲道理了 我见谁就咬谁 对我感觉除非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和狼人打 就是在门牙面前 战门牙我感觉是狼人 风行开个风步顶着开打对吗 对应该是 但是狼人也可以跑 对狼人也可以 对你还真别说还可以跑 就是VS把它换过来也没什么作用 对狼人那个时候就已经非常弱了 已经成型了 就是说狼人我感觉 他能在二十分钟拿出一个一万的精力 都算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打钱速度 其实这些队伍很重要的问题 还是出现在BP上面 对BP上面 对你像把小强往 小强这个英雄往烈士路一丢 他不像兽王或者说是乃至于先知 这些英雄混得舒服 他混不好了我可以去打野 他是经济等级都很难受 对因为小强这个英雄他本身就很尴尬 你说他是个三号位 他是个三号位 但是三号位他并不能发育的 就是说不能发育的很健康 然后你要说他是个四号位 四号位完全没发育 他完全没发育的话 这个英雄就是说 特别也是需要一个等级 然后一个装备的一个扶持 就是说你密法什么的 但其实他可以打双人路还是可以的 双人路的话 就比如说打一个四号位 去保一个大哥 跟一个酱油 这还是可以的吧 就是三号位 或者是他三号位 是需要一个比较强势的酱油 来配合他去杀人 对类似于像凤凰这种 在线上能力 就是专门蹲人 然后还能打出 而且之前也说过了 就是小强打猎势路 肯定是要对方的优势路 大哥以及辅助是比较弱的情况下 他才能打出优势 对 所以说的话 可能在BP上还要好好去研究一下 就是感觉年轻的战队 就是在于BP上 选择性是挺薄的 就是说挺有想法的 但是要考虑到就是说对方的一个阵容 如果是一个就比如说推进啊什么的 你要考虑到怎么去防守 就跟这一场 这一场的话就是缺乏爆发 你就风行的话很吃装备 然后小强就完全没装备 就打着打着 莫名其妙就劣势了 其实小狗的装备还是挺好的 就是前期并没拉下什么 他也是蛮补 我看他在8分钟的时候 也是一个50多补招吧 就跟狼人就差了一点点 而是一个无解肥的狼人 对 就杀人拿塔打野什么都收 对 可以说是 他每次都是在团战当中 起到一个收割的作用 就每次团 他可以全胜而退 杀完之后 然后全胜而退 不管是多少血量 我擅自见 他是在一波团战当中 是残血淘出来了 但那一波 我看他从他那个经济 是直接升了有两三千 就一波团甚至于说 直接更新了一个半个大件了 属于 也是希望这一场就是说 BS选人的时候多考虑考虑 因为调整一下状态 两支战队就是操作还是挺香香的 那我们直接进入bp画面 前几手班人的话 其实也没有什么疑问 其实也可以全放出来 都打一打是不是 如果说是 比如说你把那个赏金放出来 我把链金放出来 打一打看谁厉害 也可以的 其实上一把的利丸 就代替了赏金这样的一个效果 对 但是利丸 还没赏金厉害吧 毕竟赏金的一个标记 打团的话那真是滚的太厉害了 对 它那个标记是最关键的 应该说是赏金的一个核心 是一个隐身 再加一个标记吧 这是它的一个核心的技能 就是说标记 它可以滚两三波团的一个金钱 其实可以考虑打一打什么卡尔之类的 你像末日的话还是要办的 你毕竟的话赏金跟这个 末日的定位太多了 线上墙打也可以 战线也可以 发跃也快 废人也快 对 打大哥也行 对 班里奥小鹿 小鹿没人选 山下场都没人选的 没办没选的 他可能是自己这边先选 想放一手英雄 就放给自己 他把杜姆给放出来了 对 把杜姆放出来给自己 或者说卡尔兽王 要抢一个 上一场也没抢卡尔 上一场就是说卡尔 卡尔应该是不会抢 兽王跟末日应该是会抢的 我觉得有必要 就是把这时候 对 他这时候小鹿 就是为了给自己放一手英雄 我觉得这个兽王可以考虑办一手 把这个末日放出来 那末日是放出来了 会不会选 直接选不考虑 他其实考虑的就是我要这一手 你到底是帮我的末尔还是帮我的末日 对 反正我要选一手 你给我 你总得给我一个 反正是 UM这边选了一个小狗加凤凰 那这样的话 BS可能说是拿到自己想要的英雄 也是 末日这一手英雄挺好 挺克小狗的 我真感觉他不管是小狗 还是就场上他是任何人的爸爸 对 还是 末日使者说是爸爸不为过 直接废一个英雄算是在团圈中 凤凰 凤凰的话 我印象当中的话 凤凰是URM选的挺多的 这是这样的 选了两次了 对 因为凤凰这个英雄也厉害 对 他本身就是跟谁配合都可以 末日使者点出来之后 他第二手的话 其实都可以考虑把卡尔点出来 末日卡尔 真的是不要太强 是不是 还是 Liang吧 Liang Liang的话也可以 针对一下凤凰 凤凰挺怕像Liang这样的英雄 无妖 哇 这个线上就有点强了 末日 他想的就是末日跟巫妖去打烈士路 直接想打船的意思 有这种味道 但是 并打不船 如果说凤凰去保这个小狗的话 你怎么办 不太行 巫妖这个可能是提前暴露了自己的意图 有点暴露自己的意图的味道 就是说巫妖的话 对方是基本上不会办的 你就说前期可以埋一两手 到四五手再选都可以的 现在开始搬中路了 龙七 你搬龙七我搬卡尔 你搬卡尔我搬帕克 你搬完之后我搬女王 好 那就随便选吧 其实他们现在搬掉帕克 搬掉帕克 就考虑的是帕克的一个大招 跟凤凰的大招 以及帕克跟小狗的一个配合 对 那不过放出来的 感觉虚空没有很大的必要 因为小狗没有办法跟虚空配合 对对对 他只能跟凤凰打一手 我觉得和潮汐 选一手潮汐 潮汐还比较好 潮汐的话这一把就不先没可能先跳刀 对而且潮汐也不怕末日其实 对 先出一把跳刀 然后让小狗钻进去 去打一个完美的输出 凤凰在旁边也是呐喊猪鬼直接变蛋 还是搬掉了凯尔 好你搬卡尔是吧 我就搬女王 反正你中路不想玩 我中路也不想让你玩 因为这一手的话是URM先手 先手选 搬掉了 那还是搬掉了 请天徽方选择英雄 那配合小狗的英雄 其实中路的话就没有了 还是 土毛 不过这次是URM的土毛 教你玩土毛系列 不过上一场确实也不是土毛的问题 属于阵容上吧 没人顶 你让小狗去顶 就他们的上路跟中路已经崩了 烈士路跟优势路崩的特别厉害了 其实 对 你让小狗去顶吧 小狗 他怎么顶上去 他顶都顶不上去 开个磨面顶上去吗 磨面没了就死了 对 你说强行去上的话 别人不可能给他 而且你顶别人也可以跑 所以说那个阵容就稍微有些尴尬的问题 就是说让土毛去带 土毛也带不进去 就每次就带在一半自己就死那了 毕竟是选了个QP 其实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看到中路有一个英雄的出现 圣唐 圣唐刺客的话 真是好 从上个版本开始就很少见了吧 上个版本还好吧 上个版本还好吧 上个版本法盒比较多 法盒比较多 但是也有打的 就是说 比较少见 见过几次 见过几次 我比较看好UIM这边选个白牛 我就针对你这个QOP 无限冲 看到QOP就是一定冲 白牛是其实 反正现在三号位其实压力还是挺大的 白牛是可以混一个三号位混到一定的等级 然后直接去搬 也是可以的 白牛的话就有些难大了 因为白牛的话是就是三进战了 三进战在团战当中都是冲脸吧 多属于冲脸也可以吧 怕 但是BS这边怕冲脸 因为 白牛是吃一个末日的大事完全没有问题的 没问题 但是我就在想 如果选白牛的话 他也跟小狗能打一下配合 是吧 钻进去之后直接冲女王 女王必死无疑 出来一瞬间不管谁 而且很痛苦 你就算做出风筝 你那时候你已经是 前期已经是被打爆了 发条 很少见 就他们现在就 UIM这边就想到就是比较的理智 就是我们少一个先手 少一个上去卖的 以及一个先手控制 这个还挺好玩的 感觉 发条配合小狗也能配合 勾进去 宽出来 小狗钻出来 你说小狗钻着三个 凤凰也好 土毛也好 对 发条也好都可以的 嗯 他这首末日很可能会要挂到三号位去了 很有可能 末日三号位也是可以的 就是走优势路也是可以 优势路的话 其实压力并不大 只是一个小狗钻 那这一手的话 要考虑的就是控制了 现在对于BS来说的话 他们缺少控制 对 如果说是真打起团 对方再溜你的话 你就很难受了 末日给个大直接跑 嗯 对 留都留不住 你要靠什么巫妖的减速什么的 我感觉基本上不太现实的 其实选个牛头也不是不可以 对 我刚想说如果说是 你既然都拿这么传统的一个阵容吧 可以考虑拿牛头 这是选了一个萨尔 哦 这样的话 感觉BS阵容就不是那么好看了 感觉 嗯 因为你巫妖和这个盖让者本身就 两个像纸一样的 巫妖还好一些 但是就是说 你们的爆发 巫妖就是一个持续性伤害 别人不可能吃满的 就偶尔吃你两下也就意思意思了 干扰者的话 就是拉回来之后 谁留人啊 关键是 但其实他也可以 针对一下发条吧 发条勾过来 直接拼着回去 嗯 如果说是拿干扰者 只是为了针对发条的话 我感觉大可不必啊 毕竟还有土毛呢 土毛滚进来 你是不是还要把他拉回去啊 这重要的还是打一个反手吧 嗯 对面本身就进攻性比较强 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发条勾进来 刚刚就把他拉回去 然后突然钻出来一个小狗 他这个时候不搬隐魔 我都已经快忽略掉 这个英雄是可以去中路的 隐魔这个不行不适合这个版本 已经不适合他因为隐魔的话 太需要人照顾了 对 太需要人照顾了 美多莎 哦 这个打的又有一些想法了 小狗的话应该是一个 就是大哥 大鱼 中路的美多莎 中路的美多莎 而那边是一个大哥位的大鱼 嗯 都有想法 可能说这两个队 想法还是蛮多的 那这样看起来的话 整体阵容的话 可能应该是大鱼跟巫妖的一个 一路了 很凶的 大鱼跟巫妖这一路特别凶 嗯 但是 我倒是觉得这个阵容选出来之后 是不是似乎少点什么 就是BS 有爆发确实没错 女王是一手爆发 但是对于就是打那些拉扯战的话 是不是少点什么 就单靠大鱼一个人去强行控制的话 就是来回控 一旦大鱼死了 没忘了 对 因为干扰者毕竟他不属于控制 他只是属于一个拉扯的英雄 对 反而是UIM这边的话就能进能退的 是啊 就感觉比较平滑一些吧 就是阵容看起来还是看起来很舒服 因为小狗的话不在乎自己的切入 美朵莎只要在前面顶好了 然后他跟发条进去 或者是跟土毛 更或者是跟凤凰都可以进去的 比较一号看萨尔的 就是萨尔跟巫妖这个点 其实要看他跟鱼人能够打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吧 我没有猜错肯定应该是个二一号的分路 看一下分路情况 分路情况的话是凤凰好像跟发条是走一路的 土毛的话是一个游走 应该是游走偏游走多一些吧 还戳的是毒球 这边的话巫妖是 给信号压力 给一个保护眼 提皮下来都已经给上一个保护眼了 那是他又跟末日一路了 对 然后上路是一个 我是觉得大鱼本身跟巫妖就很强 以前上一个版本一般就 他们俩只要被分到一路 那一路就是被打穿 也确实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干扰者去保大鱼吧 这不太好说巫妖再往上走也是可以的 哦 这里是四个人直接走别人野区啊 嗯 这应该是做个眼 身上真假眼都有 看一下这个眼位做在哪里 如果说是封这个眼的话 放在这里是比较好的 哎 是给 这一个是属于保护眼 对保护 以及就酱油的来去 对 能够看清楚 无瑶无瑶的话身上真假眼镜 应该是装了一个满怀 哎 直接反掉 啊 这个就有些亏了 因为他是下来的时候是没有眼了 估计判断的就是插在这上面 他这个判断的运气成分是有很大的一部分 对 因为你本身的话 他是一路眼从这边绕了一大圈过来插这个眼的 没被看到 因为他从这一路过来的对面是没法看到的 但是身上没有眼了呀 就判断的只能插在那上面了 他如果插在下面的话 我是能够看见的 他并没有在下面插眼镜 那这样的话 少了一阻眼 对 8条再勾冰 再被弹一下 走这个差一点 往这再走 我下走一个就被弹一个 那下路的话又是一个无解肥的小狗 可以说是 末日是在吃野怪 末日和这个巫妖前击是对小狗造成不了伤害的 嗯 哦 凤凰也来了 那这样的话是一个311的一个 311的一个组合 好强行打一波看一下 滚刀的话 没有减速到 嗯 还好 但是末日被消耗的有些 有些惨 刚才他是剁了一角地板 这一角地板只是 哪也没了 嗯对啊 这一角地板直接剁出了奇摩空性了 空的啊 哎呦 又是一个减速还是没有滚到 如果滚到的话 这个乌妖是肯定死了 死了 嗯因为他是有毒球的 毒球的是的 有点尴尬 嗯 太远了距离 说好的土包叫做大人呢 中路的话QP应该说是和美独杀应该是一个五秒开的 压不到什么美独杀的 对 双方应该是一个吃平的局 嗯 而且QP还是美独杀的二技能等级高了的话 他还要注意自己的走位 是不要被塞到 很疼的 嗯 但是上路这个发条是不是发育 太舒服了 嗯 他是勾了一波冰过来吗 那应该也把冰线给卡住了 嗯 反正下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巫妖加这个模式 我真是觉得巫妖配合大鱼会厉害一些 呦好凶啊这里 这样的话他两路都没有优势 没有优势的 对 上路的话发条混得非常舒服啊 我不觉得发条很难受啊 发条看一下等级都三级了 他两分钟都已经三级了 对啊和中级的是一个等级啊 这发C 没C到 应该是这里没视野啊 距离也不够 嗯 顶着小兵A你 这里该不会单杀吧 没有两级的 两级的弹幕是可以的 宽一下 宽一下是可以单杀的 但是他并不知道干扰者学的什么 那个技能 他可能认为是学的一个拉 不是很好杀 他一级的弹幕其实伤害是不够的 他如果 管一下 滚一下 一血 末日踢下来 嗯 末日踢下来 没用啊 开启焦土的话 有焦土有烈火刃也是可以的 但是有果呢 哎 没给出来 他也不想消耗自己的蓝量以及技能的一个CD 他如果没有焦土的话 对方随时可能会对他动手 感觉这个末日好难玩啊 这个末日不能再在那个线上打了 如果再在线上打的话 很有可能被小狗杀了 因为他们三个的话爆发是够的 你就是再开启焦土也没用啊 我觉得分路上面真有问题 大鱼 大鱼跟力齿来下路压小狗会好一些 他们是一个刚三的路 这样的话经验费特别特别特别的低 我的天这个发条真的是 有点凶了 你两个人打一个人 你还想杀别人真的是 哎 没有踩到 他应该说是 没太大希望去杀 女王四分正服回复 还是比较好的服啊 怎么这里应该是 买了双鞋子一个假野 好发条的话是主弹幕的 萨尔如果一不注意很可能会被杀 萨尔的话到三级应该是会选择升一级拉的 如果不升拉的话真的很有可能被杀掉 下路好像要动手的味道 好这边是直接滚 滚乌尧没滚到 这边要回身踢末日也行 对还有一脚踢到不着急 踢上那应该直接死 呃 乌尧本身现场能力就很强 但是他配的英雄不太强算是 对 哦这里该不会单杀大鱼人吧 插一下 我的天 这还要再杀 有什么大的问题啊 这好凶啊大大 他是自己死掉了 你自己死掉了 刚才的话直接走是死不掉的 呃无所谓 他没有注意到萨尔没来 嗯对 然后凤凰回过来 然后一个大宝剑直接是收走这个人头 那这样的话 大鱼人在被干扰者保的一个情况下 居然是被发条杀掉 单杀了 嗯这个太不注意了 大鱼人看一下装备情况 装备的话 可以考虑做夹腿啊 如果是对方这么凶的话 你作为一个大哥 没必要就是说先出这个把跳刀的 节奏可能不需要你来带 你先做一个夹腿 我个人觉得不管是三号位的大鱼啊 出了跳之后完全可以补一个点睛 嗯对 就包括你现在出一个加速手套也行 就说你起码打那个发条的话 不会这么难受了 你能A出来 你没准谁死呢 是吧 你这个什么都不出的话 一双草鞋在身上 你就一下都A不出来的 已经是六级了 有点灯了 嗯 我的天 这个中路的话美杜莎是 把QOP给压住了 嗯一发C只要重的话 就一半血量 重要的是还会蓝量会去掉 对 美杜莎是有些 诶这边跳过来啊 胆子有点大 但是美杜莎有一个问题出现了 美杜莎没有升大 升大的话跟着走一下A一下 还是有机会的 诶这里是再次动手 大鱼人踩住 后面凤凰好像并为什么作用啊 发条也是交调了 对发条有些拖大了 他们想杀这边 对应该是发条有些拖大 跟对方拼 其实有了点灯之后的大鱼 是另外一个大鱼了 没太大必要了 这大鱼不会是草鞋出挑吧 嗯 还真有可能 但是这没必要 嗯 这时候其实是可以出一个点睛的 对你就是出点睛也是可以的呀 这边下路打起来了 一跃踢到两个人非常不错 但是这个滚没滚住这个末日 还有最后一巴掌应该是打不出来了 但是这里的土毛是给了一手沉默 带住了末日 小狗也是先阵王 这个有些冲动了 你冲别人的塔 太凶了 对有些凶了 可能是打出自信 打出自信也不能这样打 发条这时候尴尬点来了 他六级 但是对面的酱油是个萨尔不能提 提不到萨尔 他提萨尔的款根本就提不到 直接把他试回去了 那如果是服务妖的话 估计是见一次死一次 诶 小狗钻了 但是应该是看到了 嗯 这我没看太明白 小狗这个钻的话 是大鱼有点灯的 对呀 看到了看到钻进去的 直接走了 大鱼人 这里应该是 还是想出点金 还是想出跳刀啊 我没有必要吧 不着急这一会儿的节奏 你如果是出了跳刀之后 没有节奏你就崩了 嗯 确实如此 因为他强行带节奏的话 你作为一个大哥 强行带节奏 勾住了 小狗直接出来 买一颤吧 点金手好吧 都买了 好吧 这出个点金多好 其实你出出点金 那无所谓 你出个战鼓也行 假腿战鼓什么都行吧 就是说你出个稍微 过度一些的装备 因为现在节奏的话 你来带的话 带好了当然好 如果带风轮的话 你作为一个大哥 就完全没法打了 这里应该是想杀 没度杀 这些大招是交出来吗 大招交给凤凰 凤凰的话是 替大哥挡了一枪 因为大哥没有胜大的 这的话发条赶过来 一个弹 没有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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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的话是杀大跃人用掉了 小狗是在上 上塔正受到攻击 土猫 土猫的话 这个土猫 跟上海觉得土猫 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就是他六级的时间非常快 就看他这个六级之后 因为他一直在线上的嘛 其实 没有什么去搬 不过这个眼睛可能是被发现了 嗯 被看到了 直接被看到了 风华身上是没有加眼的 不过被看到了就有所注意就行了 100块 应该要排掉吧 嗯 这个大鱼可能给自己的定位 他就只是一个三合围 让末日打成一个大哥 只是 这种可能性吗 那不太可能 因为末日出庄 他估计就是着急 着急一个节奏点 要出跳 他现在已经可以有个出跳的钱了 嗯 萨尔蹲一下 免得发条再勾勒怪 再把他杀掉 是不是出跳 跳 裸的跳其实真不建议 不过你还真别说啊 如果是裸的跳还真不好 能发挥出 直接到中路了 意想不到的效果 那你这个还真有可能啊 看一看吧 也是让我们拭目以待 开悟 开悟 这波悟的话应该是直奔小鱼而去 末日动手 居然 后面你不知道有大鱼吧 那大鱼的话 第一波跳是要攻陷给土猫了 那土猫的话还好 能接受 这边发条踢了下来 直接勾住大鱼 哎呦 拉走了 空大 这 这 我没看明白 刚刚这把队友拉过去之后 然后一个空大 哎呦 风哇 这个技能好疼啊 有变弹 跌过去变弹 这弹呢啊 这个弹是我回变 QP要死 哎呦 这个弹还是掉了 他其实可以飞到最远的距离变弹 这样的话 他们三个就进退 而且进退两难 对 A不到第一下 因为他们刚才 他这个弹的位置就是说 你变好弹的一瞬间 他变在就是那两个吃树砍掉 这个位置对 这个位置是最好的位置 嗯 而且对面的伤害也会打的比较多 是 呃 没看懂 应该是这个又是一个交流上的一个失误 就是说干扰者已经把人拉回去了 嗯 你还要交一个大 这个还就真没看明白了 啊 大人的话 是一双草心打不过 他直接跳到了发条的框里面 那发条无所谓了 死就死的 估计是在等QP 在等QP 结果QP来得特别晚 C一下 很关键 没用 被尖叫死了 不是你是一双草鞋啊 你等女王的话 你现在就很尴尬了 大鱼出了跳之后一直在死 看一下土毛单杀QP啊 不是说不能实现 是能实现的 看一下石头放上去 呃 伤害不够差一点 嗯 差挺多的 差两个石头的伤害是吧 两个石头 一个有梦想的土毛这是 单杀中路这是要 呃 配合着父母 两个剑都杀中路 这个女王是被看到了 有没有 几级的导弹 二级的导弹 看一下机身啊 并没有他的装备啊 看一下经济情况 八条的经济还是很好的 是啊 作为一个三号位 这个经济已经是非常满意了吧 哦 钻进来 又是 勾谁谁谁 这叫勾狗 勾狗嘛 反正勾到谁谁谁就死了 基本上跑不掉 除非像KOB啊 对方开悟啊 私人开悟啊 直接是往中包 呃 我觉得这一波还真不好说 谁能打得过谁 嗯 看谁先弄出来 但是萨尔很尴尬一点 萨尔没有大招 萨尔是等级还不高 五级应该是 嗯 那这样的话 五级的一个萨尔 然后过来打团的话 是没有输了吗 为什么不买本书呢 这边是雷达测到了 嗯 看见了末日 我感觉如果强行打的话 还真不好说谁打得过谁 因为毕竟的话 你跟巫妖去打一个团战的话 巫妖的输出还是挺客观的 他们现在重要的是 这个萨尔赶紧昏到六级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大鱼人赶紧去发育 你看一下大鱼现在是七级 对 你看到他经济是吗 对 所以说他这个跳刀真的特别不理智 嗯 勾过去 强行秒大鱼 小狗强行秒 哎 这边的话是把那个发条拉回去了 但是人已经死了 不是 我感觉的话 你强行拉发条没什么意义啊 发条刚才的话 血量都已经很低了 把发条秒了都合适 这的话 直接时间变大了 给他 然后但是形成了一换一 没必要 大宝剑 奶一下 可以奶 可以奶 啊 啊呀 这队友好伤心啊 嗯 真的是 真的可以奶回来的 一击的大招 可以奶回来的 嗯 嗯 好伤心 你只想着我死 却没有想过怎么救我 对 怎么想 就想着怎么反补了 压根又没想着怎么去加血 一脚空彩 这大鱼 其实真是自己把自己打崩了 现在大鱼人很尴尬 很穷 对啊 你14分钟你拿出一把跳 节奏你也没带起来 然后 他是 8分多钟 9 8分多钟拿到 对啊 没错 但是6分钟没有变过 对啊 始终想有一颗带那个节奏的心 但是 带不起来了 嗯 嗯 大鱼人唯一能配合的就是 如果说他出的是点睛 现在跳刀也补上了 是的 而且自己的等级也不至于这么低 这样大鱼的话 确实是不太理智的 现在大鱼的话补什么我感觉都不太重要 赶紧 嗯 就常规出装吧 就是假腿站鼓吧 然后直接再补个比特币就顶在前面嘛 好像补比特币都已经晚了 现在对他来说的话 起码要身上带一个什么 嗯 假腿 然后跳刀 嗯 再加那个站鼓的一半的钱 这才属于正常的一个发育情况 对 因为你在上路本身就没什么压力的 就可能 只能说就装备选择错误 以及他死的那一次你跳到那个了 你直接买个点睛好了 他想的是早点出个跳跟QOP就是一起去抓人 但并没有实现他 就没有实现他预期的那个效果 是的 每次动手然后自己还死掉 现在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大鱼的一个数据 死了五次 只有四次助攻 你先不说 你是个优势路大哥吧 对 你先不说是不是一个优势路大哥 我感觉作为一个三号位的鱼人的话 也不会这样吧 这里是四个人开悟 如果说是对美兜莎动手的话 你会后悔的 怎么说是会后悔的 还真对美兜莎动手 美兜莎看开不开大 开不出来大 直接是凤凰开始烧 然后大招开出来美兜莎死不掉 然后QOP阵王 阵王又看一下后排怎么打 直接是凤凰开出弹 编弹 凤凰一个弹 美兜莎是顶着个大刀在追人 对 好凶啊 就感觉身上就没大招一样 一脚踢 躲一下 应该说是刚才你动手动手了一个最肉的一个美兜莎 反倒是旁边人就想 也都在这个位置 对 这非常尴尬 你要是个美兜莎的话 其实也好杀 只要给一个四五秒钟时间 但是没想到旁边这么多人 大鱼人的话 你可以发现一个问题 大鱼人好像就踩了一脚之后 他连输出都没输出自己就死了 就被莫名其妙的AOE打死了 我宁愿这一局他是个大哥末日 嗯 大哥末日 但是他出的是任奖啊 并不像大哥 我就是 宝该宝的应该是末日 而不是鱼人 是 因为 鱼人只吃了一个控制的手 对小狗动手 看一下能不能反应过来 小狗没有反应过来 呃 可以反身打 很脆的 1 2 3 3 2 1 哎呦 怎么看 我是勾过来 被憋之回去 被憋之回去 小狗再钻出来 不想被拉回去 然后小狗是打得有些凶了 被拉回去被拉回去嘛 呃 这就是打得过于自信呢 可能说是 他是拉回去一个八条 对 末日在后面 嗯 火个大招 这波还是打的可以的 然后每个杀过来 是进行一个报夹 那这样的话 应该可以走了 啥是肯定杀不掉了 这还想给个V吗 想给个勾 滚上 无妖死了 无妖走远肯定是 QOP是直接跑了 嗯 还TPG有些浪费 刚才的话是 发条勾勾玉的一瞬间 小狗钻的发条 然后小狗选的出来了 没必要 我感觉你等第二个R 跑了之后再出来 没问题 就可能打得有些急了还是 看一下18分钟一个经济差 已经是7500了 这波团之后 经验的话是5000多 这波团其实是 BS这个战队赚了一些的 其实 因为你把小狗给杀了 嗯 最肥的一个小狗给杀了 但是经济始终还是拉开了这么多 线上已经被拉开了 嗯 这大哥 你看一下大哥大于4200 小狗是8000 一倍 double 双倍 这个就很难玩 你发现 你可以 刚才的话就是说小狗秒大于 呃 就是说双方大哥嘛 都是满血的一个情况下 一脚踩之后 大于是有控制 但是他太缺乏输出了 他还很脆 还很脆吧 嗯 其实他现在补一个假腿 呃 意义性 已经废掉了 已经不太大了 讲道理真已经废掉了 我倒是觉得他可以考虑直接一个臂章了 打得凶一些吧 反正就是 死马当活马医 勾过去 勾谁谁死 勾谁谁死 嗯 还是挺寻残的 就算是萨尔把他逼尸回去的话 小狗自己直接出来就可以了 呃 发条只是把大哥送回去 嗯 送回去之后 帮运功 对啊 对啊 我们只是小狗的帮运功 哦这样的话 美毒莎和小狗稳居一二啊 然后女王是一直在挣扎着的 这个这个等级和装备啊 紫苑 其实他做紫苑还有点用处 你要说他现在更新像什么 林肯啊 风胀之类的更或者刃甲 已经完全没什么作用了 紫苑的话就是限制一下土毛 这是最好的一个效果 就是让土毛或者是 凤凰蝙蝠来蛋 嗯 并不是很怕吧 紫苑时间其实有点晚了 嗯 对 那你没办法 本身就是一个劣势 小狗是吃了一个双倍 美毒莎就往前一顶 然后什么都不管 然后队友离美毒莎只要不太远 这个的话发条又再次抓 发条又准备要出了 嗯 这个勾是勾空了 看一下绕后了 这一波大鱼人踩 踩出发条 但是后面一个小狗 自己又要死了 这肯定死了 看一下前排前排的话 这里美毒莎 晕 大了三个 不太合不情理啊 我觉得他打两个都已经是非常极限了吧 都不转头了都这么高 直接是 杀红了眼 杀红了眼吗 直接是把头 就只会冲啊 对直接把头朝在那个美毒莎这边呢 我感觉晕住 就是石化两个都已经不得了了 嗯 直接上高地 呃 这样的话女王是刚才一波团是没开出大招 是有大招的 还有一 还有一列列之战嘛 比如说是 大鱼这个真是太尴尬了 我看着好难受 哎 小狗开启了 这个磨免是有机会的 大鱼人活了 看一下怎么个角色 也是回去一个美毒莎 美毒莎很肉的 土毛上去一脚踢 沉默两个 凤凰的蛋也要变出来了 末日 末日也死了 大鱼 大鱼的话还要进去踩一脚 但是你这脚踩意义在哪呢 意义在哪 踩出五个人意义在哪呢 输出已经没了 你动手一个美毒莎 你动手谁我感觉都挺合适的 美毒莎太肉了 什么女王 什么女王 就是巫妖买活 巫妖买活 八条一个宽断一下 直接被抓死 又是过去 QOP死掉了 这应该说是 已经被开一路啊 你 美毒莎可以刚才是吃了几个人的技能 是吃了三个人的技能 大鱼人的踩 然后 巫妖的技能 以及包括女王的大招架F 然后才打了半血 然后凤凤的他这个护架护得也非常好 直接是赶在美毒莎面前直接开这个大招 直接开出一个大招 然后土毛是给了一脚踢 那脚踢还是 一脚踢拉晕沉默 这样的话土毛是做了一个纷争面杀 开悟 一波开悟 可能是OE那一波 出去灭了就唧唧了 也不对 这个女王没跟着 你要是OE那一波 肯定要带着女王的呀 要打对吗 真是要打对 我感觉很难打 不是 问题是打了意义不大 打不动 打不动 主要是打不动 没装备 已经开始 不知道怎么玩了这个游戏 迷惘了 现在的话 其实就是开个悟 5个人OE一波 我抓到两个人我就转了 抓到一个人 我接着回来再想办法开悟去抓人 现在悟没有CD吗 嗯 就是以前是戴在身上有CD的 现在是没有了 对 发条又是这一套 带着小狗 发条无所谓呀 发条其实可以考虑出 我一把勾过去 直接勾过去 牵查开悟者 你会拉是吗 你们这会撇视是吗 两下就死了 还TP骗自己 有些骗自己了 直接顺时 直接上路 对 推二塔 末日的话 没起到任何作用 对 这里已经打成一个红绿灯了 你没有发现 把这个女王给刨除开 已经是红绿灯了 很难见到哈 没有办法 其实他们这个阵容 可以在线上打出优势的 思路有问题 嗯 对 分路上可能是有些瑕疵 而且大鱼的装备也选择错误 你说阵容上的话 其实都还好吧 阵容上这把 嗯 阵容上的话 其实还是UIM这边会好一些 嗯 因为他们的 你可以看到冲起来特别凶的 嗯 主要是末日没装备 末日有装备的话 你可以单杀任何任何大哥吧 可以说是 他最主要是UIM这边进攻性特别强 小小狗跟着发条随时飞一个 对 然后你后面要来打的话 那我还有美禄莎跟那个凤凰 哎 这个小操作是躲了一个石头 那这样的话他林肯是没破 勾过去 勾过去末日 拉过来 明知道你要拉回来 然后我就故意勾了 其实里面没装小谷的 WC 刚刚有点一巴掌两巴掌三巴掌 四巴掌 嗯 哎QP是 快速度还是反应速度还是很快的 这样的话两路被开 那机会就 渺茫了可以说是 嗯 大鱼人 强行出去踩一脚吗 没必要吧 他这个大鱼人很尴尬 就是他跳刀出的早也没有用 他到现在25分钟也就是一个跳刀夹锤 嗯 而且他的作用就是 跳进去一踩 要么就出来了 没有任何作用 就是给对方造成不了威胁 然后指不定你跳进去就回不来了 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的一个经济情况 还没有这个对方的一个辅助经济好 嗯 基本上来说希望不太大了 开拨物出去杀两个人吧 对 OE一波是吗 嗯 反正也是 给我一个输的理由 那好开悟吧 基本上就是输的理由就是一波开悟 找到发条了 但是打不过发条啊 要被单杀啊 被单杀了一下 哎 人头也给了小狗 顺势上高啊 第三路 嗯 对第三路 挡不住啊 没有输出啊 输出点在QOP的一个大招 是的 直接勾过去 也是回去 提起脚啊 滚过去 滚过去 滚过去开大 太大 有追障 开追障 对 凤凰 是飞过去变弹 但是被沉没了 其实想变 哦没有 没有大招 没有大招 强行烧死一个 直接被烧死了 应该说是 打出了机器 嗯 也是让我们恭喜一下 URM 只有六分 是的 嗯 然后是 嗯 这边的话 其实就是 BS这边 比较的尴尬 这样一个 大哥大鱼 没有打出 任何效果出来 是的 那我们的分数 也是出现了 经过这两支队伍 打完之后 呃 我们的 呃 BS的话是 一个三分 是吗 BS的话是今天赢了三分 然后 URM的话 嗯 下下周吧 5月26号 是我们这边的 高效联赛的一个 一个决赛 对决赛 那么对阵呢 可能就是 呃 BS对阵 FTD 然后的话是 呃 URM对阵TS 因为是URM 打完这一场的话 是欺了六分 最高分的话 是那个TS TS是九分 然后BS是 三分 然后 FTD零分 净净零分 对是的 嗯 那这样的话也是 非常可惜啊 就是说FTD一分 没能取的 可我们想象中不一样 也就是说 这些比赛也 基本上都是2比0 对的 几分情况下 基本上就是2比0 没有出现1比1的情况 对 确实没有出现过 然后就是 其实就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在于BP方面吧 嗯 可能就是还是年轻吧 都是在BP方面就已经输了 嗯 主要还是年轻 嗯 毕竟是高校 都是年轻的一些选手 应该会 打完这之后 应该会反思很多 就是在季军赛 在冠军赛争夺中 应该是要考虑的非常多了 对 嗯 那这样的话也是 今天的比赛也就到这里结束了 嗯 那么明天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 英雄联盟的比赛 属于半决赛 英雄联盟的半决赛 那今天 循环赛是已经打完了 嗯 各位也是 可以 结束了 对吧 循环赛 那么也是 看一下我们的是精彩回放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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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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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